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上端固定的彈簧 下端放一個二尺牛頓重的靜止物體 結果他生長量是10公分 也就是說他的彈力常數K 是等於外力又是重力W 處理這個生長量 F等於KX 那W是20 所以他是多少 他是兩牛頓 每公分 也就是說生長一公分需要兩牛頓的拉力 好拉到這裡 就以這裡當平衡點 然後現在他說他繼續往下拉 繼續往下拉五公分的話 需要做工多少 那你繼續往下拉的話 我們給他畫那個 位移 跟力的圖 這假設是F號 那這個呢 是再 從這個新的平衡點再次生長 你從這裡已經平衡了 你繼續往下拉的話 他還是滿足福克聚力 拉到的話 你一往下拉的話 你拉了多少 拉了五公分 他的外力 逐漸增加 增加了多少呢 因為他彈力常數二 所以這個外力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十牛頓 這一個的話 這個是十牛頓 十牛頓 好 他的做的工 就是說 就是那個 外力乘一點點的位 外力乘一點點位 外力乘一點點位 全部把它加起來 就這塊面積 那這塊面積多少 這塊面積就是十 這是五 也就是那個 做工 這個 這個W是重量 這個W是walk 做工 工就等於這塊面積 底層高 他除以二 所以是二十五加二 所以答案是二十五加二